屬豬的朋友來到農年算是相當不錯 今年有很多的星照著 有紫微星、農德星和紅聯星 紫微和農德是一些強而有力的貴人星 所以今年工作算是相當不錯 另外還有紅聯 紅聯顧名思義代表了桃花星 所以今年亦有紅聯星動的意思 今年是可以結婚的年份 如果身邊已經有人 如果未有的話 今年亦會遇到一些能夠發展的桃花 至於空星方面 我們有暴敗星、天厄星和亡神星 暴敗代表著三間窮、五間富 有這個星的話 其實財運不算穩定 投資的朋友最好見好就收 而至於天厄這個星 代表著出門之後 容易有些小的驚嚇和危險 出門的朋友 就要注意一下天氣和行李的延誤 其實屬豬的朋友 今年既然有強而有力的貴人 才照著 是可以好好發展自己的事業 但亦都要記住 我們隔多一年的話 就已經是一年了 這個年份我們就會雙沖 所以去到第四季的話 屬豬的朋友就要開始部署 和小心點 不要太過進取 來迎接自己的雙沖年 啦